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Hi 大家好 我是寒哥 辉利证券股票经济 WTEK特约讲师 今天星期五 新加坡的股票市场 交易热情比较的一般 虽然说是一般 但还是在今天 给客户们发了三只股票提醒 一只是The Police Holding 天洁控股 一只No Sun Bart 无招牌海鲜 还有一只Apex Realty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做一次复盘 首先第一只股票 The Police Holding 我们上次在Vlog 104 有对它进行过评论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找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重新来看 这只股票 是因为在几天的横盘整理之后 今天突然有所拉升 当然这个拉升能否持续 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突破 这个阻力位0.125 今天发出信息的时候 当时的股价是在0.121 我们的支撑点也是在0.109 止损点我们一般会放在支撑点下方的三个币 也就是0.106 这个目标点是前期的一个高点 是在0.137 这个目标点我们保持不变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收盘的情况 今天的Placeholding收盘收在了0.119 还不错 交易量呢还是挺充足的 让我们下周看一看是否能过了这个0.125的阻力位 如果可以过0.125的阻力位的话 则比较有吸引力 比较有吸引力 能够更加的确定它有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一个动能 如果说过不去0.125 其实这只股票呢就暂时先等一等 第二只股票 No Sun Board 无招牌海鲜 今天发出提醒的时候呢 它的图形涨这个样子 当时的股价呢是在0.057 突破了近期的一个阻力点 所以伴随着很大的一个交易量啊 看着是比较强劲 我们的交易策略呢是属于支撑点 在0.054 也就是前期的一个高点 止损点呢 我们一般会设在啊 这个支撑点下方的三个bit 所以就是在0.051 目标点呢 则是之前的一个阻力区 是在0.065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它的收盘情况 无招牌海鲜的这只股票呢 股价最终收盘收在了0.052 说实话 看着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它已经下穿了我们预设的支撑点 0.054 差一点点就动到了我们的止损点啊 所以整体今天收盘不是很好 图形看着也是比较弱啊 希望呢 下周不要动到我们的止损点 如果动到了我们 根据我们的交易策略会倾向于暂时离场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这是第二只股票 第三只股票 Apex Realty 这只股票我们在上周啊 10月12号的时候 有跟客户提醒过啊 当时的股价呢 是在0.780 所以当时的图形呢 是长这个样子啊 当时出现了我们的这个 Entry Center啊 这个入场点的信号 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图形 今天的股票呢 是在0.815的时候 我们发了这个提醒 因为0.815呢 已经突破了横盘整理的阻力区 0.8 0.8呢 是心理整数位 所以被突破之后呢 这个0.8的阻力呢 就变成了现阶段的一个支撑点 呃 然后我们的止损点呢 往往是设在了支撑点下方的三个bit 所以0.8往下面数三个bit 也就是0.785 作为我们的止损点 OK 我们的目标点呢 其实是跟上一次评论是一样的 没有变 依然是在0.865 OK 呃 让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收盘情况 今天的APEC Realty啊 收盘收在了0.825 是一根阳线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动能看着还依然在 呃 交易量呢 整体还是挺高的啊 呃 下周呢 我们会继续看看这只股票 呃 以上呢 就是我们三只啊 给大家聊的股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点开小铃铛 以便获得实时更新 如果你想收到我的股票提醒 找我开一个 亏力证券的股票账号 就可以了 开户是免费的 可以通过扫描视频上方的二维码 或点击下方的网页链接 点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免责声明 本视频中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呢 只是个人看法 均不构成股票推荐 本人及WT对您的投资 不负有任何责任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